- 和海源一起两代主持人再度合体 在空档时两人聊到各自在节目中的打工经验 - 书华表示最累的一次就是去清洁公司当清洁工的那一集 海源则提到在儿童俱乐部体验DJ活动的经验 有种很治愈的感觉 而且那边没什么脚臭味 - 书华画风一转问起海源是否有脚臭 - 海源尴尬直言有一点 - 书华文言直接举起自己的脚来闻 - 并称自己的脚真的没有味道 - 还邀请海源一起闻 - 海源也惊讶认证真的没有耶 - 让摄影师都看傻眼 - 书华抗议直问摄影师干嘛摆出那种表情 - 之前一起工作时难得有闻到过味道吗 - 摄影师答道却汉珍木淋了雨好像有点味道 - 书华则委屈的反驳那是雨的味道啊 - 让粉丝们也都笑翻 - 了ék宝苏 - 书华8 Faziva